报告主席,请部长跟总长 来,请我们王部长跟陈总长 部长好 总长好 首先在我正式质询前,我要跟部长总长讲 还在提要把看守所,第二监狱,刑场搬到戏址 那是你们在18年前民国81年的计划 戏址乡下还淹水,人口不到10万人 Denari 26万人 你们还要把刑场,监狱,看守所搬到戏址 还要花23亿的钱 部长,赶快另谋他图 今天本席停着把你们的签鉴戏址冻结案 朝野立委全部联署 邱毅委员,吴志阳,高志鹏,李明星,吕学章,潘维刚,李俊逸,吴钦驰 全部觉得你们不应该签到今天的戏址 部长,请你三思 请教 总长,部长 到底扁家现在查出来在海外 海角到底是几亿 给本席一个明确的答复 到底多少钱 跟文报告 这个关于这个 细子这个看守所建议签鉴的问题 我知道文言有这个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部长 我现在 现在我不在这里 我不在花时间 请答复我现在尊重委员职军权 到底海角现在多少钱 总长请答复 到底海角多少钱 国人要知道 是七亿还是七十亿 答复一下 报告委员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根据 检察官侦查的初步的资料 是给这个瑞士那边 我们是估计 只是出估了 说他不法所得 根据吴时针 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 多少钱 总数 我们当时只是出估 说可能他的不法所得 是大概有一亿美金 就是这样的一个出估 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初步的一个估计 好 一亿美金 这个部分 将来还是要看侦查的实际的结果 才能够得 部长 一亿美金就是三十一亿台币了 我现在请教总长 有报道说 广是瑞士就一亿 不算美国日本 在瑞士的威格林银行 就一亿美金存在那里 就加上美日 就超过这个数字 刚刚总长讲的是只是瑞士的 美国日本的算进去没有 请教总长 报告委员 因为这个是现在 案子还在侦查当中 我这个精确的实际状况 报告委员 我现在不能说 您刚刚讲的钱是只有瑞士 还是不止瑞士 请总长答复 我们只是根据这个 吴时珍他的承报 那么根据这个 艾斯林的给我们的资料 根据这个我们自己查的 那是整个的状况 就是不止瑞士 整个了 有一亿美金 瑞士司法部发言人说 贬加给台湾当局 没有人去要求他们 把钱返还 部长 我们特征主 有没有要求瑞士 把贬加贪污的钱 还给台湾 有没有做这件事 这个部分呢 要请教总长 因为这部分的司法部署 都有一些总长 请总长回答 他们说没有人去要 国人吓一跳 你们玩假的欺骗国人啊 你们有没有要瑞士 把钱还给台湾 有没有 我们是有跟 透过司法部署 来请瑞士来协制 至于详细的 整个实际状况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 这个 有没有去要吗 有没有去要吗 我向委员报告 这个就是说 我们牵涉到 这个司法部署的 大家这个规 按照这个司法部署的规定 我们不能对外公开 对不起 我们不能回答 至少陈志忠也没有去要 对不对 陈志忠有去要没有 你们办案总该知道的嘛 有没有去要 还是根本骗人 还什么认罪协商 你们是跟他串谋 欺骗国人吗 陈志忠现在 人家瑞士司法部也说 陈志忠也没有去要 你们还搞什么认罪协商啊 包括委员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跟陈志忠认罪协商 那他你们知道 他有没有去要 这个部分要 这个部分要由陈志忠自己来回答 搞了半天 我们到底有没有去要那个贪污的钱 都不知道 国人都不清楚 请问冻结了没有 前两天 陈于南先生说 他讲说 12.7亿在瑞士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冻结 国人真要听了要昏倒啊 怎么没有去要求冻结呢 这个钱还在不在呢 总长请答复 为什么没有要求冻结 不要求还 也不要求冻结 你们在干什么的 包括委员 关于这个七点事役的部分 我现在只能说 因为瑞士的部分 瑞士联邦检查室 已经主动冻结了 这个部分 那么至于其他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司法物质的问题 我不能在这里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的属下说 没有冻结 为什么说 12.7亿 迄今未冻结 怎么你说冻结呢 哪一个说真 哪一个说假 哪一个是真相 哪一个是欺骗 怎么不一样呢 到底冻结了没有 你要负责的 要为你在立法院 国会的话要负责 12.7亿 冻结了没有 我向委员报告就是说 关于七点事役的部分 因为爱国盟 已经有通知我们了 那他是 是有冻结的 至于其他部分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 斯瓦物质的问题 我不能在这里 那陈云南先生说 没有冻结这件事情 你们要对外正式做一个更正哦 我现在 我在请问总长 这个钱 我们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信心 把它拿回来还给台湾的纳罪人啊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希望 总长答复一下好不好 司法复制的事情呢 本来就是比较复杂 程序也会比较慢 我们会尽量去做 我们会尽量去做 我只向委员报告 总长 你们用海外有巨款 怕逃亡 来对付陈水扁 继续积压 现在 同样在海外有巨款 名义都是他的 的陈志忠 为什么你们不用 积压陈水扁的理由 海外有巨款 怕逃亡 而积压陈志忠 为什么不积压 请总长答复 为什么双重标准 这个 包围 积压有一定的条件 其实是用101条 他的规定 积压有一定的 必须是重罪 同时呢 有积压的必要 你们也讲到海外有巨款啊 请问 总长 陈志忠 会不会逃亡 逃亡了是不是 陈冲铭总长要负责 总长 有魄力的答复这件事 既然重放陈志忠 就要有魄力在国会讲 他逃亡 陈冲铭负责 是不是这样 我们 向委员报告就是说 我刚刚已经说明了 这个 积压是 刑事中 101条 他有一个 规定 有辜负 总长啊 不仅海外是有巨款 他是他们贬家财务的 CEO啊 现在还发现 还骗国人 还要认罪协商 原来根本没有去向瑞士 要求还钱 总长 陈志忠你们有派人跟接没有 这个部分是 向委员报告就是说 我们 现在 案件已经起事 是不是要积压 那是要由 院方的法官来决定 陈总长 该积压的人 该强制处分的 陈志忠 你纵放不处理 将来出了事情 人跑掉了 我们一定找陈总长负责 我最后请教总长 陈水扁说 他是前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 他说 台湾现在仍然是应该美军占领的状态 他说审判要移给美国 总长你同意吗 这个是他个人的看法 你同不同意他这个讲法 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自然可以审判他 这样子 有没有检察官主动侦办 外患罪 检察官主动侦办没有 请总长答复 这个部分 高权室已经分案在调查 已经在调查中 对不对 好 我再请教 陈水扁公开的向国人透露 总统的秘密通行管道 也就是所谓的万军计划 这是涉及到总统的安全 在危急状态的时候 有没有涉及到泄密罪 这检察官主动侦办没有 总长答复 这个如果是属于 这个 109条的这个罪 那当然这个是高减 如果不属于这个109条的罪 主动侦办没有 主动侦办没有 已经有人在 已经分案在调查了 已经分案调查了 好 也就是这个也是泄露机密啊 最后我请教部长 一个轻松的问题 大家都在讲Facebook 上班公务员都在种田 还有种菜 偷菜 警政署已经下令 不可以玩开心农场 法务部检查系统 整个的你们这些公务员 到底对这个事情下禁令没有 已经下了 报告委员已经下了 是你把你能不能答复 禁令内容是什么 让本席知道 就是这个我们的公 我们的同仁不可以在上半时间 去浏览 与公务无关的网站 我最后要不断讲的 就是说 他不仅是种菜 他还涉及偷菜 偷菜也不太道德了 这个事情部长总长 能够下这个命令 本席觉得下的很好 种菜上班就不该 偷菜实在是应该取缔 好谢谢